猜猜这是谁的广告 猜猜好不好 选举是政党的竞争 也是检验治理能力的时候 不应该是斗争与撕裂 不同路线不同思维的我们都活在台湾 我希望选举是一种相互对话的过程 蔡英文 你猜到猜对了 可是你会觉得 我不是猜的 我每天都是看 我知道这并不容易 但是台湾的民主必须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这像是一个替郑鸿影响化的蔡英文 像是一个主张经常在族群的议题里头 没有很强烈的批判民进党族群意识的蔡英文 就是一个相互对话的过程 共同聚焦共同的意见 一起寻求改变的机会 我知道这不容易 但是台湾的民主必须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11月27号你来决定台湾新方向 这直接把它改成麻银酒就好了嘛 就是就把它改成麻银酒 就是你就可以知道是一个人 你有念徐志摩的诗吗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我俩交会在黑暗的海上 这是苹果嘛对不对 你应该提同时同一天相隔一个版 有朱立伦的广告 同一个大小 朱立伦列举的说 另外一种方向吗 如果我一旦上任以后 有十样 我马上要面对了艰困的问题 你应该看两边的证件 两边的讲法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人 所以其实台北那个新北市的选民 要做一个选择 只要把这两幅广告回去再看一次 我觉得你的选择其实不难